各位师兄大德 我是小赖 欢迎来到天天学习 天天进步频道 今天要分享的内容是 向地藏菩萨求婚姻有一点很关键 千万要记住 地藏法门中可以求事业 可以求子 当然也可以求婚姻 地藏菩萨说 如果有人有百千万亿种愿 都可以求地藏菩萨得到满足 那今天也讲讲怎么求婚姻 现在相亲的人 普遍遇到一个问题 不是自己不满意对方 就是对方不满意自己 如果学佛了 要记得 这个不满意里面 应该有一种傲慢的念头 我们总给对象设置一个象征 比如说对方要孝顺父母 要有工作 要体贴 总之 相亲的人 似乎都抱着一种 去面试对方的态度 当然也被对方面试 总感觉很苦的 如果学佛了 要改变这个心态 这就是傲慢 以前的人 没有那么多选择 父母定了 可以了就可以了 一辈子去慢慢磨合 慢慢改变 福报也越来越大 现在人很担心 很会算 算经济 算长相 算很多东西 结果以后如何如何 人生都是没有保险的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数 人想着计较 计算 但能算得过命运吗 所以一定要改变这个心态 这个计算的心态 是自私的心态 要找婚姻的人 也要有富贵的心态 你心态富贵了 慢慢培养福报德行 自然能感化到对方 我们要学会用福报 去负责别人 尤其是夫妻之间 负责别人是富贵的心态 人和人之间 要想长久 是靠恩 不是爱 不要想着对方永远爱你 爱是在恩的基础上才有的 学佛了 要成熟一些 想着如何帮助别人 不施恩给对方 不是乞讨爱 人和人唯有恩 才能持久 那要如何培养富贵心态 最好先去寺院做义工 这个心态的培养 需要训练 先从义工开始 过去节以来 为自己想得多 很少为别人想 现在开始 要为别人想了 这个心量要慢慢地有 能为别人想着 也能为你丈夫想 这时心量就打开了 心量打开 福报跟上来 自然能遇到好的人 人的业障 会蒙蔽一个人的 比如相亲 你看不中对方 觉得对方不好 这个不好 未必是真的不好 可能是你被业障 障碍住了 人都是为自己想得多 才会想到评论别人的 好和不好 为别人想时 就不会去评论 别人好不好了 心量要打开 为对方想 这样福报慢慢 就会上来了 而且 有时候 佛菩萨给你福报时 都是溺出来的 在你最不喜欢的时候 它就来了 就看你有没有慧眼 去识别了 只有心量打开了 地藏菩萨才能加持你 佛菩萨是光明的 福报的 利他的 它是宇宙中的正能量 那你想想看 我们要是自私的 狭隘的 根本不是法器 你说要如何能得到 佛菩萨的光芒加持 一定不要去嫌弃 和攀比 要好好培养福报 心量要打开 然后多念地藏经 有谐音罪业的 赶紧忏悔 要记住 这一点很关键 不要太为自己想 这时婚姻很快就来了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儿 更多美文 请继续关注 天天学习 天天进步频道 也欢迎把我们 推荐给你的朋友和家人 让我们一起 在阅读里 成为更好的自己 我是小赖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